好,那我们在上课之前请大家调解好动机 也就是说为了理解了友情 希望找人获得佛陀的粉丽 理解了一个动机来今天听80、70亿的这个课程 好,请大家看到80、70亿的这个课本第八页 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这个八识当中的第一就是相知 这个相知呢 在现观专言论里面面对菩萨在禅述的时候 它是用十种的就是十个法来做解释的 所以这个十个法呢就叫做什么 就是它的十种能表义 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发心 第二教授 第三是抉择分 也就是说这个加行道嘛 那然后的话呢 大圣的自信、种信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第五个 那个相知的第五个能表义 也就是说这个大圣修行的所缘 它的所缘 就是所缘呢 有哪一些 也就是说有哪几种 就是大圣修行的这个所缘 提到修行的时候 大圣的这个道 它所修的就是 翻变的部分呢 就是菩提心 那智慧的部分呢 就是那个空性 那在这里的话呢 主要就是提的就是空性 所以所修的这个空性 空性呢 它在修空性的时候 在什么样的一个所缘之上 修空性 所以呢就有提到这个 在《波热经》里面呢 就有提到这个什么 它的所缘 好 那请帮我念一下这个课备 第五这个 第五 大圣修行之所缘 中分性相及分类二种 以大圣修行断除正义之一处 是大圣修行 所缘之心下 分之 即善等 十一种 以等有所缘 一切法 乃至 即佛不共法 之间所说 嗯 好 那大圣的这个所缘 大圣的修行 这里面的修行呢 就指的就是正习 正习呢 它又指的就是道 道和正习是同意的 所以说 这里的修行就是大圣的道的所缘 那这个道的话呢 它有五道 就是大圣的五道嘛 但是呢 在这里 它特别指的就是大圣的剑道 也就是说 嗯 在一切法上面通达空性 现正空性的这个大圣的剑道 就是大圣的剑道 无剑道 这个就是在这里的大圣的修行 那在介绍它的 呃 所缘的时候呢 就是分为 两种 就是两点 第一的话呢 啊 就是一般大圣的所缘的这个定义 就是现象嘛 然后呢 呃 这个所缘的 嗯 分类 好 首先呢 现象的话 大圣修行 大圣修行 呃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在这里的话 增益嘛 这个增益的话呢 就是说 它指的 这个增益的话呢 它是一种颠倒性 那怎么样的颠倒呢 比如说 呃 呃 没有 本来是没有地实权力的 但是呢 呃 就是 真意为地实权力 就是 呃 认为 呃 执着为地实权力 比如说 呃 执着为地实存在的 这样的 呃 就是实质 那这样的实质的话呢 它是一种 真意心 就是真意心啊 那怎么真意呢 本来这个色法呢 它是 五自性权力的 五地实存在的 但是这个心呢 颠倒心呢 它将把这个 色法呢 呃 执着为什么 就是 自性权力 或者是地实存在 所以呢 就叫做 金意 那 要断出这个 金意的话呢 它的相对呢 就是 色 就是通达色 无地实的 这个 智慧 那色 呃 就是 现正色 地实 无地实 成立的 这个 智慧的话呢 它在 成立的时候 就是 它是 就是 断出了 这个 它的 相对 就是色 执着为 地实 成立的 这个颠倒心 所以呢 就是 真意 断出 真意 那在 什么样的 一个 法上面 断出了 这个 真意呢 也就是说 通达 色 无地实 成立的 智慧 它在 通达 无地实 成立的时候 在什么样的 一个 法 上面呢 断出 这个 颠倒 呃 就是 颠倒心呢 它就是 在色 的 上面 断出了 这个 金意 这样的 一个 颠倒心 啊 所以说 呃 通达 色 无地实 成立的 智慧 来 呃 就是 做例子 的话 我们 呃 这个 色 法呢 就是 断出 金意 的 一处 就是 它的 所断的 那个 地方 所以呢 大圣的 这个 见到 无见到 的话呢 它是 啊 通达 空性的 一种 智慧 那 它呢 在通达 空性 的时候 啊 不是 有一些 法的 上面 通达 空性 有一些 法的 上面 不 通达 空性 它是不是 见的 它是 在一切 法的 上面 都是 在空 在一切 法的 上面 通达 空性 的 所以说 一切 法呢 在这个 大圣的 见到 无见到 的 这个 所缘 来说 的话呢 它都是 大圣 无见 大圣的 见到 无见到 的 这个 断出 真意 的 这个 所缘 所以说 就 见观专言 里面 提到 所缘 一切 法 也就是说 大圣的 见到 无见到 的 断出 真意 断出 什么样的 真意呢 断出 实质 的 真意 的 所缘 为 一切 法 也就是说 一切 法 都是大圣 见到 无见到 的 这个 所缘 好了 那 接下来呢 就是第二 分类 那这个 分类的话呢 有 十一种 那十一种 的 这个 分类 这个 它是 用 也就是说 因为波热 经里面呢 在讲 大圣 修行的 所缘 的时候呢 它直接 提到的 只有 十一种 就是十一个 法 就是十一个 法 所以在这里 相关专言 里面呢 也只有 提到了 十一种 法 那不管 怎么样呢 所有的 法呢 都 就是 可以说 是 归纳在 这个什么 统设 起来的话 都可以设 在 十一种 法 里面啊 所以呢 这个 所缘的 部分呢 在 相关 专言 里面呢 就是有 两个 寄送 那两个 寄送的话呢 所缘 一切 法 来自 即佛 不共 法 之间 所说 好 大家 看到 这个 现观 专言 里啊 好 请 帮我念一下 现观 专言 里 第三 页 左 云 一切 法 此 父为善等 若世间 所知 即诸 出世间 有漏 无漏 法 诸有 为 无 为 若 共 地 子 法 即 佛 不共 法 好 好 这就是 现观 现观 专言 许 里面 就是 什么 禅 迅速 大圣 修行 所缘 的 祭 宋 有两个 祭宋 所缘 所缘一切法 此父为善等 若世间所知 即诸出世间 有漏无漏法 诸有为武为 若共 弟子 法 即 佛 不共 法 就是 两个 祭宋 那这个里面呢 他有 提到 就是在 《般若经》里面呢 所提到的 就是 十一种 大圣的 道的 这个 所缘 那在这里的话 道呢 他特别指的就是 大圣的 见到 无见到 因为 大圣的见到 无见到 或者是 修到的 无见到 才能在 一切法的上面 能够通达空性的 那除此以外 通达空性的 这个道的话呢 他 就是有一些 法的定数 他是通达的 有一些法定数 那 上面呢 他还是没有 这个通达 这个空性的 好 那这个十一种 法的话 首先的话呢 就是 所缘一切法 十一种法 我先说一下 十一种法 十一种法的话呢 第一 就是 上等 上 这个呢 就是 上法 等于 这个里面呢 它就是 包括了 包含了 不善 无记 所以呢 这里面有三个法 善 恶 无 记 就是三种 那 然后的话呢 世间 若世间 所知 即出 即出出世间 这里面呢 有两个法 就是世间 还有呢 出世间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 五个法 那 第六的话呢 第六和七呢 就是 有漏 五漏法 有漏法和五漏法 第八和第九的话 诸有为五为 就是有为法 五为法 那第十和十一的话呢 若奉弟子法 己否不共法 就是与 这个里面呢 弟子呢 它指的就是身为和独觉 为什么身为和独觉 称之为这个弟子呢 因为他们都是佛弟子 因为他们就是 天为佛陀的这个经典 那然后呢 就是成为了身为和独觉 所以呢 就叫做弟子 所以若供弟子法 这个呢 就是与 深远 的共法 就是与深远的共法 还有呢 不共法 就是有两种啊 所以第十和十一 所以这十种法的话呢 就是在《波热经》里面呢 它直接提到的大行的间道 无间道的这个所缘 就是一种 那这十一种的话呢 它就是统设起来的话呢 可以设于 前三种 就是善 恶 无计 没有第四种的话 要么就是善 要么就是恶 要么就是无计 就是这样的 那首先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解释一下这个祭颂吧 那首先的话呢 所缘 所缘一切法 也就是说 大圣的 见到无间道的 这个所缘呢 有呢 一些呢 所以说 他的所缘 为一切法 就是一切法都是大圣 见到无间道的这个所缘 也就是说 断出精益的这个所缘 断出精益的这个事 那提到一切法的时候啊 那这个一切法呢 有哪一些呢 它就是说 此父为善等 就是善 恶 无计 三种 也就是说 大圣的行者呢 就是想要成就这个道功德的话呢 你就是要修行 菩提心 还有空性 那其中呢 修空性的话 你首先要了解 就是要去观察 这个法 是不是自信成立 而不是地实存在 或者是非地实存在的 就是见吗 适逢地实存在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要 特别的需要了解这个法 法的话呢 它就是有三种 什么三种呢 就是善 恶 无计 这样的三种 所以呢 就是说 首先的话呢 就是在 就是 怎么说 首先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恶 这样的上 远 远这个恶法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修空性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远这个善法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就修空性 修空性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善法到底是地实存在还是不存在 然后这样在修的时候呢 就是善法的上面的 它就在观察善法 这个是地实存在还是不存在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观察的心 它就是在修空性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些远这个无计的法 既不是善又不是恶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等一等件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 适逢自信情利 等一等件的去修 然后的话呢 以上的这个三种法当中呢 善这个法的话呢 它又分为世间和初世间的两种的法 那大圣的行者的话呢 就是 首先 它就是远 凡夫相续中 世间的道所设的这个四境律的法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呢 修空性 然后再远 圣者相续中的初世间的这个道 所设的五漏的四种四境律 比如说 现正空性的这个道 然后在这个道呢 上面修空性 远这个道而修空性 所以世间 出世间 然后呢 然后的话 就是出世间的这个道的话呢 要成就这个出世间的这样的一个道的话 那首先呢 你要 断出所断 就是要断出所断 然后呢 就是一直这个 对质 所以呢 它就是 然后呢 就是远的就是什么呢 所断 这个烦恼和所知战 等见的有漏的法 然后修空性 然后修空性 然后的话呢 就是在远这个 有漏的反导和所知战 这些的对质 五漏的现正原空性的这个智慧 而修空性 而修空性 所以呢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的话呢 有违 五违法 有违 五违呢 一般这个有违 五违的话 有违 就是 因缘而生的 或者是因缘而造作的 这些法呢 有违 那五违的话呢 非因缘造作的 比如说虚空等等这些呢 就是五违的法嘛 一般是见解式的 但是在这里的有违的 五违的 它指的就是 有违的话呢 就是道地 因为道地的话呢 它是因缘而所 因缘而产生的 因为修行而成办出来的一种道功德 那然后呢 五违法的话呢 就是灭地 因为透过修行这个道地 而获得的这个果呢 就是灭地 所以呢 有违 五违 有违指的就是什么呢 道地 五违指的就是灭地 那然后呢 那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样 就是远以上的这些法 那然后呢 这个大圣的行者呢 他获得的道功德呢 就是有两种 就是跟身为独觉 共同拥有的这样的法 还有道功德 还有呢 不共的法 那共同的法呢 比如说四禁律 五色 五神通 等一等呢 这些呢 就是身为和独觉 他们也 也是拥有的 这些道功德 那大圣的 见到 无间到 或者是大圣的菩萨呢 他们也可以拥有的 就都是透过修行这个功性 可以获得的 所以叫做什么呢 就是共同的这个法 那最后的话呢 也会获得不共的法 不共的法的话呢 就是佛陀的实力 就是佛陀获得 就是成道之后呢 他获得的就是佛陀的这个实力 所以不共法指的是实力 共法呢 他指的就是四禁律 五色 无神通等等这些 就是共同的法 意思就是说 就是远离善的 这些所道的所缘 然后那修行这个空性 最后呢 会获得共同的共法 和不共间的法 这个就是古畏 好 那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啊 简单的介绍一下 十一种法当中的这个 世间和初世间 有漏和无漏 还有呢 共和不共 那共和不共呢 就是刚才已经介绍了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介绍的 所以呢 主要呢 就是介绍世间和初世间 有漏和无漏 这两个啊 因为这两个法的话呢 他的含义呢 比较并又比较 这个什么 就是复杂 那世间和初世间啊 这个提到世间和初世间的时候呢 首先的话呢 我做一番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 世间 这个名词的话呢 在藏文当中 就是 吉丁 就是用两个字来表达的 那吉的话呢 就是他的本意呢 就是刹那刹那的变动或者是变化 这个就是吉 也就是指的就是 有情的这个五蕴 不是说有情啊 也就是说 就是五蕴吧 我们的这个五蕴 色就是什么 色蕴啊 色蕴啊 等等这个五蕴 因为这些呢 都是不停的在变化嘛 在改变 那丁的话呢 第二个字 吉丁的这个丁啊 丁的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依赖 依靠 依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 连起来的话 吉丁呢 以藏文来解释的话 就是说 依与孕体而存在的法 比如说众生 众生呢 他依与自己的五蕴而存在的 而形成的嘛 就是这样嘛 然后呢 就是山河大地 等等外在的这些东西呢 他是依与自己的这个所依 或者是设施处而形成 或者是存在 等等这样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一般世间呢 以藏文来解释的话 就是依与孕体而存在的法 就是世间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世间和出世间啊 比较详细的解释的话 我们可以 应该说 大肯定有五种的解释 我说的就是世间 我们首先介绍这个世间 出世间的话呢 比较 就是比较 简单一些 那这个世间的比较复杂 所以世间的话 他有五种的这个解释 那首先的话呢 相关专业论的第四评当中 有这样的连句啊 如有情世间 气世未清静 这个里面呢 他刚好提到了 情世间和气世间 这样的两种 所以呢 所谓的 情世间的这个世间 他指的呢 就是众生 所以第一个解释 就是众生 第二 所谓的气世间的这个世间呢 他指的就是众生居住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宇宙 这个就是第二个解释 第三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比较会说的 今世来世 或者是今生来生 前世后世 所以说前世就是前以前世间 后世间 那这个世间的话呢 就是今生和后生的这个生的意思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 所以说第三个解释呢 三种解释的话 就是生的意思 生的意思啊 那然后第四种解释的话呢 在中论当中 中论的第二十四品啊 这里呢 没有写到四啊 我记得是第二十四品 写上去了 第二十四品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句啊 世间世俗地 己书圣意地 那所谓的这个世间世俗地的这个世间呢 他指的就是世俗地 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四种的解释 那第五种解释呢 就是比较普遍的 世间与出世间 提到世间与出世间的时候 这个世间呢 指的就是凡夫 出世间呢 指的就是圣者 那凡夫与圣者 那这两者的区别呢 就是还未获得圣道 就是见到的众生的话呢 也就是说 不特切罗呢 叫做什么凡夫 那已经真的见到的 不特切罗呢 就是圣者 比如说凡夫的话 比如说 还未入道的 一般的凡夫 那入道者来讲的话呢 就是身为的资连道 加行到位的这些 这些人 那独觉的资连道 加行到位的这些人 那然后大圣的加行到和资连道 位的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凡夫 那然后呢 这些人呢 他当他获得剑道的时候 已经进入了剑道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了成为了这个圣者 所以 身为的剑道 修道 无学道 那然后独觉的身 剑道 修道 无学道 大圣的剑道 修道 无学道位的这些 无特切罗呢 就叫做圣者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世间这个的话呢 就是他指的呢 最主要指的就是凡夫 那然后世间的觉 世间觉的话呢 就是凡夫相续当中的这些心法 这些心 我们的意识啊 等等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世间 世间觉 比如说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眼视啊 儿视等等这些嘛 好 那 所以呢 就是有五种的这个解释啊 世间呢 他有五种的这样的解释 那最主要的话呢 我认为呢 就是一般我们 呃 在这个课本里面 就是 看到的 呃 这个世间和出世间呢 就是以 这个 不特切罗的角度来讲的话 世间就是凡夫 出世间呢 指的就是什么 圣者 那以 某一种心法 来讲的话 世界呢 它就是有漏的法 有漏的心法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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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执 烦恼 所支撞 等等这些就是世间 那然后呢 出世间的话呢 就是无漏的 就是无漏的 比如说 现正空性的智慧 等等这些啊 那然后呢 以这个 不特切罗的 心相续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世间 无世间的话呢 世间指的就是 凡夫相续当中的 这些啊 心法 那出世间的话呢 凡夫 甚至相续当中的 这个啊 什么 无漏的这些法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第二 有漏和无漏 那有漏 无漏的话呢 一般这个 所谓的这个漏 就是漏蟹的意思啊 漏的话呢 就是掉下去 或者是 漏蟹 不管怎么样 就是漏蟹的意思 那藏文当中呢 撒巴 撒巴呢 就是漏的意思嘛 那然后呢 就是 他特别指的 就是这个 烦恼 有漏 所谓的这个漏呢 意思呢 就是漏蟹 那指的就是烦恼 指的就是烦恼 那然后 有呢 有的意思呢 就是 他的本质是烦恼 也就是说 贪 吃 这些就是有漏的法 那第二种解释 这个 有呢 虽然 他不是什么烦恼 但是 但是具有烦恼 比如说 众生 凡夫 这些呢 他本来 他本身不是什么烦恼 也不是贪 也不是撑 也不是乙 但是呢 他相续当中 就有烦恼 所以 所以 也是 有漏法 或者是 因烦恼 而生的 也叫做 有漏的这个油 比如说 众生的 共业 而形成的 这个世界呢 他本来 他本身不是烦恼 也不是具有烦恼 但是呢 他的这个因 是世间的 有情的烦恼 而形成的一个法 所以呢 就是 还是有漏法 或者是 被这个 反导 干扰 或者是影响到的 这样的法 也叫做有漏 比如说 就像我们的这个意识嘛 就像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话呢 意识的话呢 他 本来不是什么反导 但是呢 被这个反导 操控 被反导 干扰 被反导 影响到了 所以呢 我们的意识呢 也是有漏法 所以说 这个有的话呢 他特别指的就是 被这个 反导 影响 或者是 因反导 而产生 这个就是有的意思啊 一般是 见解式的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 这个轮回的话呢 它是有漏法嘛 为什么说有漏呢 因为有了这个反导 因反导 因反导而产生 因为有了反导 所以呢 有了这个轮回的生死 那如果没有反导的话 把这个反导呢 就是断掉的话 那就是五漏的法 那就是五漏的法 就变成了五漏啊 就这样 有漏五漏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 详细的介绍的话 就是再进一步的 我们深入的探讨的话呢 这个有漏呢 可以分为四种 但是五漏在这个 这个计论当中呢 它有提到六种啊 它有提到六种 那一般呢 我们在 就是以前在边经厂里面 边经的时候呢 就是总结的话 就是有四种 就是可以从四个角度来 这个理解 这个有漏无漏的这个法 那四种呢 四种呢 就是反导漏 所知漏 轮回漏 分别漏 就是这四种 反导漏的话呢 比如说 贪嗔痴等等这些呢 就是反导漏 那然后这个反导漏呢 就是跟以上解释的一样 这个有漏的话呢 就是有本质是反导 或者是 虽然不是本来是反导 但是 因反导而起 或者是被反导 干扰 影响 这些都是反导漏 那然后的话呢 那然后的话呢 虽然呢 这个反导连他的根本 撒迦也见都已经断出了 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因为他相续当中有所知战 还没有断出吗 所以说 这些的阿罗汉的 五余阿罗汉相续当中的 这些所知战 都是 有漏法 那提到所知战的时候 就是食指或者是食指所留下来的习气 这些不是所知战 那 食指的话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所知战 所知了 那然后呢 食指所留下来的这个 什么 不是啊 食指所留下来的这个食指的话 它本来呢 本身 它不是什么食指或者是所 什么 但是它因为这个所知战 因所知战而产生的 所以呢 也是所知漏 那然后这个轮回 轮回漏的话呢 也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界 三界呢 它是一个轮回 就是欲界 色界 五色界 这些都是轮回 那他们也是轮回漏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投生到色界 五色界 或者是 什么欲界呢 投生到这三个地方的人 他都是在轮回当中 都是在轮回当中啊 但是 这个呢 并不说明啊 他在轮回当中流转 因为有一些阿罗汉 还有呢 有一些大圣的菩萨 他因为 阿罗汉的话呢 他没有什么轮回嘛 对不对 已经断除了 已经解脱了嘛 那大圣的菩萨的话呢 他来这个轮回当中 不是因为 这个烦恼 的影响 业力的影响 因为不是业力的影响 不有自主的来到这个 什么 世间的啊 轮回当中的 他是因为什么呢 慈悲心 就是以慈悲心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愿力 应该要说愿力嘛 对不对 愿力而生的 愿力而投身到轮回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在轮回当中投身的 就是有两种的人 就是两种的 就是两种的投身法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业力投身 第二种的话呢 愿力投身 业力投身的话呢 一般人都是 一般的这个什么 五到六去当中的 这个人呢 都是六去当中的 这个什么 不特其乐 都是业力的 因为业力 然后呢 就是投身到这个什么 世间 轮回当中吧 那愿力的话呢 愿力的话呢 因为这个呢 就是愿力的这个投身呢 只有菩萨 因为菩萨呢 他就是 在行菩萨行的时候呢 就是发愿 他就是再来这个轮回当中 铺度众生 能帮助众生 度过这个什么 就是消苦得乐嘛 所以呢 他不愿意买上成佛 就是他呢 就是继续留在这个轮回当中 就是不度众生 帮助众生 所以呢 大圣的菩萨呢 他在任何的行菩萨行的 这个当中过程当中呢 都会发愿 就是能够再来到这个轮回 度就是 就是度化众生啊 所以他们的这个投身呢 都是愿力而生的 那轮回漏的话呢 主要指的就是三界轮回 三界轮回 所以三界轮回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轮回漏呢 它既是烦恼漏 又是轮回漏 那然后的话呢 第四种漏呢 就是分别漏 分别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 心内学里面提到的这个分别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就是跟这个分别吧 就是分别心嘛 就是分别心 所有的分别心都是分别漏 都是分别漏 比如说 菩提心 大悲心 大悲心 都是分别漏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分别心嘛 但是呢 我们的眼是 耳是 身是 眼之 耳之 身之 这些因为它是 现前 所以呢 它不是分别漏 它不是分别漏啊 所以呢 在七种 就是七种 什么 七种心法里面 七种心法里面的话呢 就是笔度 还有呢 四茶之 还有乙 颠倒心 颠倒枝嘛 这些呢 它是属于 分别漏 那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 大圣的 大圣的 建道 大圣的 什么 大圣的这个 建道位的菩萨吧 大圣的建道位的这个菩萨呢 当它 现正空性的时候 它相续当中的现正空性的这个智慧呢 它是五漏 也是什么呢 无分别 因为是现前嘛 但是呢 当它 就是离开了这个现正 也就是说 就是在回忆这个空性的时候 或者是在 分析空性的这个道理的时候的 它了解 什么呢 就是通达空性的这些智慧呢 是分别漏 它是有漏的 因为它是分别性嘛 比如说 建道的 建道的这个 大圣建道的菩萨呢 无间道的时候 它是在入定 所以呢 就是五漏 然后呢 在后德制 就是出定之后 然后它在 回忆 空性的这个道理的时候的原空性的智慧呢 它就是分别漏 就是有漏法 然后 共不共的 就是上面已经提到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这里的话 就讲到这里 那然后 我们就把这个讲完吧 还是 第五 第六个 哪表意呢 第六个哪表意的话呢 大圣修行所行 就是所为 所为还是所为 所为吧 应该要念所为 好 请帮我念一下 那 可为啊 第六 三大所为中分 三大所为中分性相分类及界限三种 菩萨专位去入修行之究竟所得 是大圣修行所为之境相分之及心大断大及正大界限 为佛地中分之境相分之间所为 彼等由 圣诸有情心乃至自觉所为是 好 那第六个八世当中的什么呢 相智 十种能表意中的十种能表意中的第六种表意的话呢 就叫做大圣的修行所谓 就是他的目的 就是他的目的吗 刚才呢 就是上面呢 远十一种的这个法 修行空性和方便 那他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想要 就是有三大 就是三大 所以三大 这个呢 可以分为 不是分为啊 那可以从四个角度来 三个角度来指示 第一他的性 性向 第二的话分类 第三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分类啊 第三的话 界限吧 那首先呢 就是菩萨转为 专位 菩萨专位去入修行之究竟 所得是大圣所 修行所谓之形象 也就是说 大圣的 啊 究竟的这个所得 究竟的这个目的呢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 就是大圣的所谓 那他可以分为三种 三种呢 就是啊 三大吧 三大的话呢 心 心 心大 断大 正大 就是三大 呃 心地当中是没有这个三大的 因为获得三大的时候呢 都已经成佛了嘛 那在现观专严论里面呢 啊 就是 有一个记送吧 就是圣诸有情心 来自自觉所谓是 我们看一下 呃 本诵吧 请帮我念一下 圣诸有情心 即断志为三 当之此三大 自觉所谓是 好 圣诸有情心 即断志为三 当之此三大 觉之所谓是 那圣的意思呢 就是比较书性的 就是没有比这个书性的 究竟的这个 呃 果位 那什么呢 有情心 这个有情心的话呢 就是心大 心大呢 它指的 呃 它指的就是大悲心 诶 等一下 呃 就是大悲心 呃 呃 佛相续当中的大悲心和 呃 菩提心就是心大 心大 然后 即断志为三 断就是断就是断大 因为呢 佛呢 也有断功德和正功德两种 断功德的话呢 就是断出一切的过失 获得一切的圆满的功德 也就是说 断出一切过失的这个部份呢 就是无助的念 就是无助的念盘 佛相续当中的无助的念盘呢 他获得的无助的念盘呢 就是在这里的断大 断大 断大 然后智大的话呢 也就是正大 就是正功德 究竟的正功德 就是一切向智 所以 所以呢 心大 指的就是 佛陀相续当中的 啊 这个 这个 菩提心 大悲心 断大的话呢 无助的念盘 正大的话呢 啊 就是 一切向智 所以 单之 十三大 这三大呢 就是啊 大圣的修行者的 就是所要达到的最究竟的这个目标 就是他的所得 这就是三大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上到这里了 已经上到了 第六个能表意 那下次呢 我们就继续讲第七 就是剩下的这个四个能表意的话呢 就叫做四种阵型 就是四种阵型啊 就是凯甲阵型 或者是 就是剑马 就是有四种阵型 好 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发问 没有呢 我们就下课了 回西拉 您好 就刚才您讲 这个有漏 分为四种 但刚才您讲 就一个烦恼漏 轮回漏 分别漏 第四个 您是不是刚才 最后一个没有在细讲呢 就是这个 轮回漏 对 前三个讲了 但第四种没有细讲 有讲 轮回漏的话呢 就是指的 特别指的就是三界 烦恼漏 轮回漏 分别漏 第四个是所知漏吗 第四个是什么 轮回漏 第四个是轮回漏 我听 这个只是我们在 变经的时候 就是总结的一个 有漏无漏的区别 它没有什么经典的根据 但是呢 这里面 比如说 繁岛漏和所知漏的话呢 在这个经典里面 它有清楚的提到 但是分别漏 分别漏也应该有啊 那这个轮回漏是没有什么 比较什么呢 就是没有什么 这样的根据吧 对不对 那您这里这个所知漏呢 所知漏是指什么呢 这个刚才您没有细讲 食指 就是指的食指啊 食指或者是被食指干扰 因食指而生 因食指而生的 比如说食指所留下来的习气啊 这个已经讲过了 你还是再听一遍音档吧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另外我想再问一下您 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 就是那个种性的话 它如果觉醒以后呢 就说还会不会 就是种性再失去呢 就说确实觉醒了 会出现那种情况 我们可能说偶尔有的时候 也可能感觉是出现 就是说上次学的那种情况 可能是读经的时候 可能就突然间就说 感觉有那种感觉 但是还会不会这个就没了之后 有有有有 我们还会对于这个种性 获得性解 就是定解 或者是特别的坚定的 之前呢 它都有可能会退失 都有可能会退失啊 你不管发了菩提心 或者是大菩提心 那这个还未坚定的之前 那它有可能会退失的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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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问题